其实他跟罗家早就没有感情了 可是他可他责任心太强了 他不忍心跟怀振运的妻子离婚了 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 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 妈 老 来 来 这白痴这 那谁知道这厕所什么时候点上啊 那你上过没有 妈 大哥 你没事啊 你没事 没事 睡吧 老婆呀 你看 你妈能不能 干嘛 你想跟我妈走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不行 我妈一定得留下 省得你们家人欺负我 咱不是说好不提以前的事了吗 你老这么犯犊账谁受得了 就像我一辈子欠你的人 我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受这罪吗 我能吃着苦吗 我 我也不会得忧郁症 什么忧郁症啊 我都产前忧郁症了你知不知道 我还得了呢 什么呀你 没时间再聊 再聊我就该迟爆了 我就 局长 走 主任 今天我 行了行了 又是家里有事 对吧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也没工夫听 待会儿去趟局长办公室 局长要亲自听你汇报工作 我都觉得自己挺过分的 老是闻名其妙的发火 这都是怀孕闹的 这女人一怀孕那荷尔蒙就不平稳了 一不平稳了肯定就发脾气 也真难为大可了 局长 您找我 我听说你要当父亲了 真是秀目不可刁眼 为了让你更好地照顾你的老婆孩子 我建议你修个长期病假 或者干脆办个停薪留职 你看怎么样 局长 不用这样 我保证我接后一定努力工作 再也不迟到早退了 年轻人 自己不努力 谁也帮不上你啊 这是拔玉线的饺子 我特意为你包的 你怎么了 情绪这么不高 是不是在单位上 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情了 您就别问了妈 工庄的事啊 你要是插手更麻烦 凑合着干嘛 是不是李局给你小鞋传了 您就别说了妈 我安静一会儿吃会儿不行吗 最近 罗家妈妈没有找你什么麻烦吗 罗家妈那样你也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可是佳佳以前挺好的 怎么现在突然变的 一句话不对了 马上翻脸 我现在都快变神经质了 我跟她说话之前 我都得考虑这句话该不该说 说不定哪句话不对了 马上就跟你吵起来 谁受了呢 她就仗着她妈在这儿 她欺负你了 今天晚上能不能回来吃晚饭呢 爸正好不在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得问问罗家 你就跟她说单位上今天晚上要加班 你自个回来不就行了吗 那行吧 大爷 赶快给弟弟打个电话 我到什么时候回来 急什么呀 该来的总会需要来的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阿姨好 你 你看你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东西 赶紧进来吧 这边一个啊 这不用了 那边有什么吃的 什么 不回来吃饭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不也是我们领导的决定了吗 我有什么办法呀 这什么二百五领导啊 我问你 你现在在哪儿呢 单位 我信你二十分钟回家 要不然的话我 喂 不然怎么样 神经病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呀 哼 你把我骗回来就为了见她 别问我 不是我把她叫来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大可又没干偷鸡摸狗的事呢 单位应酬的事她能不去吗 你得给她面子支持她 我觉得她在骗我 她敢 借她十个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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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